原来照他这个六楼的原始格局 因为是空间够大 又一个六楼整层都当公共空间 虽然可以大手大脚去规划 他可以有大的客厅 大的餐厅 但是现在毕竟他要拉回来 变成是一个家庭使用跟居住的空间 那个比例上必须要去抓一下 对 因为原本是因为六七楼的分配的关系 这个空间其实是全家人的一个活动公共空间 所以在原始的规划上 这个客厅是非常大的 对 什么样都可以 什么样都行 对 甚至有放一台钢琴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就是拆成说 这个六楼其实它单纯是一个家庭要来使用 第一考量到就是说 它的客厅格局还是要让它方正 但是其实够用就好 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 比较方正的客厅的区域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利用木地板跟瓷砖 它地平的区隔 把这个客厅做一个区隔出来 那不过你看发现两个异材质中间 其实它是很平整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落差 对 因为毕竟还是考量到说 奶奶的部分 她可能年纪稍微也是慢慢会比较大一点 那在整个空间的部分 我们看的话 其实不同异材质的地平 我们还是让它的平整度是一致的 那再来的话是整个客厅空间的部分 当初我们在设计的部分 因为主人还是希望说希望可以是明亮 简约 简约 对 但是因为可能有考量到老人家在 那我们还是要带一点沉纹的颜色 所以在整个木皮的挑选上 我们是使用深色的胡桃木 来做一个简洁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区隔 因为我们其实在整个空间上 除了白色还有深色之外 我们搭配了一些间接的光源 然后以及我们刚刚提到说 最早的一个考量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落地窗的自然光 所以即便是你白天在这边 然后这些深色的木皮 都不会造成一个太沉重的感觉 OK 这跟之前我看到照片整个为了包粮 然后压很低还加了一些线板 对 我知道那时候这是很贵的装潢 但是那个时候的装潢 会让空间感变得比较没那么好了 对 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另外 也有考量到说 其实我们因为是用吊影室的冷气 那它一定有一个高度 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就像传统的做法 整个把它封平 切平嘛 对 但是到了这个大门口的地方 因为一进门我们总是不要觉得太压迫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鞋的 天花板的方式 让这个地方的空间感出来 然后跳脱以往那个包覆的手法 好 除了大量的落地窗 把采光做进来之外 那其实在客厅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把这个背墙拉到400公分 但是又不想要让它的这个穿透感被阻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运用了一个背墙 那另外中间有一个镂空 然后在一个支柱的部分 这个支柱可能是要跑一些线路 然后放一些开关面板 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客厅跟餐厅的一个穿透感 这一区是属于客厅的区域 对 看样子是用电视主墙区隔空间了吗 对 电视主墙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一个设计的手法是 不是说一个墙壁 然后突出一个电视机柜 反而是让它用凹陷下去的方式 砍入式 砍入式的 那一来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行走的话 也比较不会去被柜子绊倒 那在整个设计的部分来讲 我们是运用一些白色柜体的一些门片 然后再搭配到一些绅色的木皮 然后再做出一个通往奶奶房间的 一个隐藏门 去做呼应跟对称 这样来讲 白色有一边是收纳过 一边是门片 那绅色砍入的部分是电视主墙 那我还满喜欢 你这个平面切齐的这一块的墙面造型 那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跟后面奶奶的房间一个隔结 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说那是坐在后面 所以这个面为了让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单调 我们另外在设计了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闭灯 灯光 那另外有定做的一个时钟 对 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时钟在这边 那丰富这一个深色的墙面的一个变化型 OK 门片推开进去就是奶奶的房间 对 原本的话这个格局上它其实是有两套卫浴 但是在早期为了让这个空间客厅是完整的 所以把这个角落的卫浴给封掉 好可惜 有现在的人都是希望可以多两套甚至到两套半 对 但早期竟然会把它封掉 对 所以屋主找我们的时候 他就说他印象中 他们好像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浴室的空间 那其实我们有考量到说 这个奶奶她可能有时候晚上会起来上厕所 一些方便性 所以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就是把卫浴找出来之后 把它做成奶奶的一个套房 可是你看你这房子已经三十几年了 你要找当初那个原始的建商的平面图 那去哪里找啊 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对 因为毕竟整栋大楼它的管道间它都会是一致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楼上楼下有大概去问过 整个地平拆除 隔间拆除之后 慢慢的去把它原始的这个管道间给找出来 虽然感觉上只是把原来管道间找出来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因为是老房子翻新 所以它那些手续还有背后的那些过程 其实是比一般房子来得精心许多 对 然后加上整个管线重新的改造 然后一些问题 防水这些 其实在这个基础工程的部分 是我们在整理这个房子 然后设计这个房子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当然是时间也是拉最长的部分 对 没错 OK 我们看完了客厅 也看完了奶奶房 我想去看一下它的餐厅 因为那个餐厅看起来还蛮有食欲的 整个空间感觉很好 对 这边咯 对 这边